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了哲学的时间了 我们在上个星期 上上星期 上个星期 我们没有放假 在第三节的地方 谈到了哲学的用处 在第四节这里 他举了一个庄子的例子 这个当然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在前面看到他试图证明 在古代的哲学 西方古代的哲学 哲学其实是跟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一起的 在整个中国哲学几乎也是这样 你可以设想的就是 就是像儒家或者是道家 他事实上也是跟生命结合在一起 反而在现代哲学里面 当他变成是一种学术性的东西之后 那么哲学也许跟人生 跟意义价值幸福这些问题脱节了 那么他变成是一个做哲学的论辩的一个场域 那么在我们的书里面 在第四节这里呢 就举这个中国哲学里面的庄子来作为例子 那么婴儿呢在书里面的十一页的地方 那么他在那里面谈到 在十一页的这一节开头的第四行 第三行他提到庄子 他说which narrates the rambling life Rambling life 就是那种很逍遥的生活 在庄子的内篇里面 那么一开始就是逍遥游 就是逍遥游 这个北明有余其名为昆 昆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这样的一种叙述 充满了想象力的叙述 那他在这里面就谈到了这个庄子的这个故事 他说which narrates the rambling life and teachings of the eponymous Daoist master eponymous Daoist master 就是他的名字叫庄子 那么他的作品呢 也叫庄子 虽然在民间有些时候把他称之为叫南华真经 但是事实上就是在学术上 我们把这个庄子的著作 就一律地称为庄子 称之为庄子 把他称为南华真经可能是道教的 就是已经把他当作是一个道教的经典的时候 才给予他这样的一个名称 那称这个庄子本人 称他叫做南华真人等等 这个非常有这个宗教上面的一个意味在 但是在学术上 我们把这个人以及他的这个著作 都称之为叫庄子 那么他在这里面就讲到庄子里面的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呢出自于庄子的秋水 秋水 那也许在以前的这个中学的国文课本 也许看过一些庄子的篇章 那庄子的很多的篇章 其实跟儒家的经典一样的 就是这些篇章的名称 来自于他的一开头 你比如说儒家的这个论语的学而篇 是因为一开始是 学而施西之不亦悦乎 所以他就叫学而篇 那秋水篇呢 他的开头也是秋水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 那么金流之大两四折 折牙之间不变牛马 这个是叙述秋天的时候 这个水量充盈 所以呢这个河流呢就变得非常的大 那么庄子常常在比较这个大小 小大之变 那在这里呢他 在秋水篇这里的开头 他也谈到了这个 类似小大之变的这个说法 他说在我们这个投影片里面所谈到的这个 这个河流 因为这个河流呢有个名称叫河伯 他说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 河伯呢就很得意 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 他以为说我就是天下最美的 这里的美其实跟大是有关系的 你可以看到美这个字是什么 阳大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 许盛的说文解字里面 讲到美 他说阳大为美 阳大为美 所以 这个河伯就自己认为 他自己非常的大 那么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 东面而是不见水端 那么这个河流一直流流流到北海去 结果呢看到北海呢才发现他有更大的 对不对 他东面而是 对不对 像东看 像东看是什么 可能是东海对不对 东海再出去就是什么 这个太平洋 所以他说东面而是不见水端 于是焉何博使玄其面目 望阳向若而叹 那么这个 他才说到说自己 原来自己其实并不是很大 看到大海才知道 所以在他后面那个 额探曰 后面所讲的话 最终就是 就是发现到自己原来 其实是 小无见大乌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他这个额探曰的后面 他说无常见孝与大方之家 那么我们现在 这个成语遗孝大方 大概就是从这个 秋水篇的这句话来的 那这个是在 在庄子里面 那庄子呢 这全部 他分成内篇 外篇 还有杂篇 秋水是在外篇的地方 内篇只有七篇 是最短的 外篇跟杂篇 这个内容都比较多 那么现在有一些考证 就认为说外篇跟杂篇 可能有一些 不是庄子所写的 但是 这个我们先不管他 那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秋水篇里面的 其中的一个 章节 那么这个章节呢 大概是在秋水篇的最后面的地方 那我们的书里面 直接的就是用英文 这个写上去 那我们看得懂中文 所以就不需要看这个书里面 十一到十二页的这段 英文的翻译 那么他讲的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一个典故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 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叫豪梁之变 因为他是庄子与惠子 由于豪梁之上 有时候呢 则称之为叫余乐之变 就是余到底快不快乐的辩论 但事实上 庄子本身并不是那么爱辩论 爱辩论的其实是惠子 惠子呢 是诸子百家当中的名家 那么在名家当中 这个除了惠子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公孙龙 他们都是这个名家的 这个有名的人物 那么他们就是善于这个辩论 善于辩论做论证 做论证 我们在上一节看到的就是 哲学呢 当然也做辩论做论证 这是哲学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他并不是哲学的全部 那么在这个辩论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庄子跟惠子呢 他们做了一个辩论 这个辩论呢 我主要的把它放在 我把它分成了 你可以在同文片上面看到 我把它分成了三段 对不对 我把它放在第二段的地方 在一开始的地方不是辩论 然后在最后呢 也不是辩论 最后的部分 庄子曰请循其本 那么他说 请回到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的 所谈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陷入了辩论之后 那事实上就 就失去了原先 在一开始的时候 所谈到的 那样的一个 生命的境界 也许我可以这样说 而这个其实才是庄子 所要去强调的 在整个这个庄子的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他都在谈那样的一种 生命的境界 也许你可以称之为叫 这个逍遥的境界 或者智人真人神人的那样的一种境界 那相反的 这个慧斯呢 他就是爱辩论 所以呢 庄子就跟他辩论一下 但是庄子很快的 他不陷密在这个辩论当中 他很快的再回到开头的地方 这个是 我们在这里 就看这个故事 可以看到的 这个三个部分 好 那他的这个内容很简单 他说庄子会指 由于豪梁之上 那么这个豪梁之上 指的是一条河流 那么这个河流呢 这个 这个 这个称之为叫豪水 那他们在豪水的桥上 这个梁就是桥梁 那么他们在豪水的桥上 这个 这个 那庄子就说了 调渝出游充容 是渝乐也 那么庄子的这个 这个说法 其实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一种美学的态度 那么他讲到说 这个 在豪水的下面 有 在那边游的这个调渝 他说他们出游充容 看到他们那个 游的这个 这个游水的样子 感觉到 那是鱼的快乐 鱼的快乐 OK 那 那 惠施是爱辩论的 所以呢 惠施在这里面就开始 提出 对于庄子所讲的话的批判 那么 惠子就说 只非鱼 安之鱼之乐 他说你又不是鱼 你怎么知道鱼快乐 对不对 马上就是给他这个挡住了 对 惠施并不是跟着他一起 享受这个快乐 相反的 他在这里面对 庄子所说的 所提出来的说法 这个 提出了一个批判 只非鱼 安之鱼之乐 OK 那庄子呢 他当然了解惠子 这个 因为 这个 惠施是他的朋友 所以他知道他害 浩辩 所以庄子马上就顺着惠子的这个说法 来 进行这个逻辑上的一个论辩 因为惠子说的是 只非鱼安之鱼之乐 那庄子就跟着他说 我如果按照你这个道理来说 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鱼 他就不会知道鱼的快乐 如果我按照你这个道理来说 那只非我 安之我不知鱼之乐 那你又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 这个是庄子 顺着惠子的话 这个 所提出来的一个反驳 反驳 那惠子呢 在这个论辩里面 他坚持的就是 这个人与人 以及人与物之间的一个 不可沟通性 就是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别人 就像 人不可能知道鱼 那样子一样 所以惠子就说 我非子 故不知之鱼 他说我不是你 所以我当然不知道你 我当然不知道你 只故非鱼也 但是你也不是鱼啊 所以 只不知鱼之乐 所以你不知道鱼的快乐 这件事情很完整 意思就是 这件事情是确定下来的 你不可能知道鱼的快乐 那惠子因此 其实只是要去坚持的就是 你不可能知道鱼的快乐 这件事情 所以惠子愿意让步 他的让步是说 我真的不知道你 但是呢 我不知道你呢 就像你也不知道鱼一样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是惠子的说法 那庄子呢 其实如果要继续做辩论 庄子当然可以继续辩论下去 当然可以继续辩论下去 这里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 是可以有一个逻辑的延续性 就是庄子可以在 质疑这个惠子的这样的一个讲法 但是庄子不想要陷入到 这个不断的论辩 那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第三段 如果把它分成三段 在第三段的地方 庄子就停下来了 然后他说 请循其本 那我们回到 一开始的时候的一个情况 那么一开始的情况 他说 子曰如安之于乐云者 既已知无知 无知之而问我 我知之豪尚也 那么在这个 最后的这句话里面 这个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就是庄子呢 他显然不是要辩论下去 对不对 那他怎么样的去回到开始 并且提出他的这个看法 有一些不一样的解释 这个不一样的解释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那么在我们的书里面 这个 这个是庄子跟慧子 他们在豪梁之上 豪水的这个桥梁的上面 正在看鱼的这个一幅画 那么在我们的书里面 这个对于庄子跟慧子 就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提出了一些这个说明 这个说明呢主要在十二页的地方 那么在那里面他提到 Mr. John Mr. John 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子 孔子 孟子 孟子 那么这个子都被翻译成 叫Master 所以他说Mr. John 然后这个瓜乎里面 就是庄子 庄子 Mr. John and Mr. Hui Hui zi symbolize amand other thing two different sides of philosophy 他说他们两个人的 这样的一种个性 其实象征着 哲学里面的两种 不一样的面向 each important in its way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面向 其实是一样的重要的 一样的重要的 然后呢 他在这里面就对这两个人 做了一些这个叙述 那么他叙述庄子 他说庄子 is wise funny religious poetic com 这是他对庄子的一个 这个所使用的一些形容词 那么会子呢 他说 会子 is logical serious posaic scientific 那么会子呢 很逻辑 那么他说 这个事实上就是什么 明家的一个特色 在诸子百家里面 除了如道末法 那明家呢 基本上就是 因为通常我们会讲到说 中国古代的哲学里面 缺乏 逻辑 那么如果应要说的话 大概就是明家 明家呢 是最强调逻辑 在中国古代 他没有那种逻辑的符号 但是他用什么 名词 用各种名词 来加以说明 你比如说公孙隆的 白马 非马 那么在白马 非马的这个说法里面 他其实把非理解为是不等于 所以白马不等于马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马包含白马 黑马灰马 对不对 所以白马非马意思是 白马是不等于马的 当他这样子下定义的时候 如果我们现在不管白马非马 我们先管非 他说非就是不等于 你会觉得很合理 可是等到他讲白马非马的时候 你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 白马为什么不是马 那么这显示什么 显示在我们日常生活 所使用的这个字眼里面 其实跟逻辑的那些符号 可能是有一些差别的 就是我们说 是 并不是就是等于的意思 对不对 你说我是学生 其实是说 我是学生 这个大的集合里面的 其中的一员 而不是我等于学生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会把其他的人 给排除出去了 对不对 那么非呢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的使用里面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把它理解为 是不等于的意思 对不对 而是他并不是他其中的一员 是不属于 不包含于 那样的一种意思 可是如果他先给了 给了这样的一个定义 然后他再去推论 自然就会推论出 白马非马 这样的一种想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在整个的思考里面是很逻辑的 这个是名家的一个特色 所以他在这里面他说 会指是logical 或者scientific 或者posaic 都可以跟庄子的那个poetic 私意的来做一个比较 庄子是比较调皮的 所以他不那么的逻辑 事实上 刚刚我们在看 就刚刚我念到的那个逍遥有 说北名有鱼 取名为鲲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对不对 然后化而为棚 然后这个鲲就变成了棚 这个鱼就变成了鸟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庄子在那里面完全是什么 任由他的想像力去编造一个神奇的奥妙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 而这个正是我们人所具有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所具有的一个其中的部分 那么他在这里面提到庄子是poetic 是诗意的 就是庄子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想像在 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想像在 而他的这个哲学 他的这种对人生的思考在他的这个想像当中 这个在他的像诗一般的文字当中显现出来 包括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个庄子跟绘子 对不对 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享受到的 在那里面看起来就是一个什么 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对于这个游乐本身的一种享受 那其实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而且是我们想要去追求的 就像你在比如说清明节的年假 你可能跑出去玩 你为什么要玩 对不对 玩能够让你赚钱吗 不会他只会花钱 对不对 玩能够让你节省时间吗 不会 对不对 他只会花你更多的时间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严肃的理性的一个讲求效率的东西 相反的在玩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不管效率 然后把我们自己放松下来 享受那种乐趣 并且在那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人生的幸福 那么你可以在这个第一段的地方看到 宗旨就是正在享受这样的一种幸福 那么在享受这个幸福的时候 也包含了想象力的使用 看条鱼在这个桥下这个好水里面在那边游 那么你感受到鱼的快乐 这其实就是一种内心的感受 就好像你在看这个春天的花 花朵的开放的时候 那么也感受到那样的一种乐趣一样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段的时候 所看到的一个情形 可是这个时候加在这上面的就是惠子 对不对 惠子的这句话只非于安置于之乐 让这个对于人生的享受 对于人生的快乐暂停下来 现在进入了一个哲学的思辨里面去 这个是我们在第二段的地方所看到的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一点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书里面看到 在十二页引文下面的第二段 那里面他的一个说明 事实上就包含了这三个部分 那么我们会看到 他一开始的时候说 the parable 这个 parable就是这个预言 或这个故事 就是这个豪梁之片的这个故事 the parable begins with an observation that expresses a connection between 装置 and the fish and the fish darting up to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他说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表达了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是什么 人跟鱼之间的连结 当一个人处在一种天人合一的感受当中的时候 当你自身在一个漂亮的风景的时候 这个如果你看中国古代的山水画 大概也可以感受得到 对不对 在中国古代的山水画 因为西方的绘画 那些油画主要是人物画 人物画是大宗 这个风景画是很少的 西方的风景画是一直到这个印象派以后 才开始变得重要 而那个时候已经十九世纪了 那中国不是 中国从古代山水就是最主要的绘画的流派 那人物 花鸟那些反而都是赤字的 那么在山水画当中 你可以看到就是人在图画中 人跟大自然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山水画中的人非常非常的小 这个如果你看这个 比如说西山行旅图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人物其实是非常小的 那么风景是主要的 所以在那里面 人跟自然之间有一个连结 那在我们的书里面提到 当庄子看到鱼的时候 那里面就有一个庄子跟鱼的连结 这个鱼是the fish darting up to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那个跳到水面上面来的那样的一只鱼 他跟他之间表达了那样的一种连结 那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那么这个正是在第一段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 那么他说 It has a simple musical quality to it 那么他说在感受那个东西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音乐的值在那边 然后他说 so it's the kind of remark we are all apt to say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 animals for instance as a zoo where it's hard to resist seeing our inner life reflected in the playful, saved, lazy animals 那么他在这里面就说 说这就好像你到动物园 你看到这些动物 这些动物呢不管他是懒洋洋的 还是在玩的还是垂头上气的 那我们会从动物本身的表现 而把我们自己的感受投射在动物的这个表现之上 这个正是我们的想像力所起的一种 擬人化的那样的一种作用 那么而庄子在这里面表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所以在接着他说 he's remark represents a spontaneous way we have of relating to life 他说他庄子的这个评论 这个显现出来的是什么呢 是一种spontaneous way 那么我们跟生命之间的一种spontaneous 这里本来是什么自动的 对不对 主动的这里指的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 自发的 油然而生的 那样的一种跟生命之间的一种关联 spontaneous 然后他的这个名词是spontaneity 我把它翻成叫做自然天机 这个是在庄子这本书里面的一些 常常被就是谈到的一些英文的名词 因为中文的很多词不见得在英文里面找得到 那他们会用这样的一种字眼来形容庄子 spontaneous 自然而然的 并然天成的 天机的 那么庄子正是在表达这样的一种自然天机 那在两个综艺本里面 它通常把它翻成叫自发的 我觉得自发的也OK 但是没有像自然天机那样 那么的生动 一个东西自然而然的就是什么 你好像很随着就是很自然的萌发出来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是在十二页的中间这一段的说明 那么十二页中间这一段的前半段大概就在说明的就是我们刚刚所分成的第一段那个整个的内容 然后接着呢十二页中间这一段的这个中间的地方 那么他接着就谈到了第二段的部分 他说 绘子 disrupts this spontaneity 那么绘子呢在这里就什么 就打断了这个天然的一种感觉 现在有一种比较人为的东西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理性要开始运作了 理性要开始运作了 所以他说绘子 disrupts this spontaneity and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its implicit reasoning 然后他去质疑 庄子的这个说法的一种推理的有效性 那么他要问的就是那样的一个说法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他在这个冒号里面说enter philosophy 就是哲学 他在这里面所讲的哲学是一个什么 狭义的哲学 指的就是那种论辩 他说哲学在这里面进来了 那么他说 庄子 happily follow this new line of thought and doubles down on 慧子's principle 那么当慧子这样的一个质疑的时候 他说庄子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他知道他跟这样的朋友在一起 就是要遭到这种质疑 所以他说他很快乐的 跟随着慧子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脉络 或者思想的一条线 然后他把慧子的这个说法的原则重复了 重复的意思是说 我就照你这个原则来说 就照你这个原则来说 那么这个所叙述的事实上就是 我们刚刚在前面所看到的那个庄子的一个回复 那么庄子的这个回复呢 那么他说这个只非我安之我不知余之乐 对不对 因为慧子说只非余安之余之乐 那庄子就说我照你的这个逻辑啊 那如果照你的这个逻辑的话 那你怎么能够知道我不知道余的快乐呢 所以庄子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说事实上是跟着慧子 他就顺应着这个慧子的原则 那么在我们书里面 他用这种比较西方人的一种思考的方式来说 他说 if one animal can understand another how can one human understand another 如果这个一种动物不能理解另外一个动物 那么人又怎么样能够理解另外一个人呢 It's a potentially paralyzing conclusion 那么他说这是一个什么 一个潜在的平行的一个结论 潜在的平行的结论 那么在这个慧子庄子这样的一个辩论里面 那么他就谈到 他说 all of a sudden 他说 suddenly 我们突然的 we are at the absolute opposite point of where we began 我们就跑到了一开头的那个相反的方向 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感性 对不对 我们是按照着我们的想像力在进行的 所以那里面他说挑鱼出油从容是娱乐也 那其实是顺正着我们的感性 可是呢现在在第二段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 逻辑理性在这里面进展 所以一下子跑到一个什么相反的那个面向去了 跑到一个相反的面向去了 那么那个自然而然的那个自然天机现在不见了 现在出现的是什么 是一种人为的思考的那种理性的东西 是需要你去动脑的 因为如果你照的是你的自然的天机 你不需要动什么脑 你就顺认着你的本性 你就可以享受春天的快乐 享受春天的气息 享受你所自身的郊外的风景或者等等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在做逻辑的论辩 所以一下子跑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去 这个就是第一段跟第二段之间的一个主要的差别 那么在第二段这个地方 他就说到 他说 our spontaneous connection 那个自然的关联 to the world seems far away 现在看起来好像离得很远 我们跟事物之间的一种自然的关联 而且惠施他的论点主要就是要打断这个关联 他说人跟人之间是不可能像理解的 就像人不能知道雨 雨不能知道人 所以他把一切的 connection 都要给打断掉 对不对 所以惠施在接着他说 我非只顾不知之矣 他说我也不知道你 但是最重要的是 只顾非于也 只知不知于之乐全矣 那么这正是惠施所要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没有任何 connection 对不对 没有任何的连结了 一切的连结就都被 在这样的一个辩论里面就去除了 他说 now we seem to have no connection to anything at all maybe nothing makes sense this too is a moment of philosophy 他说这个也是哲学的其中的一个时刻 在那个时刻里面 你坚持着某种观点 并且在那个观点里面 就跟其他的东西脱离了 人跟人之间变成是一个什么 辩论的 从而是对立的那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跟在这个豪梁之上感受到这个调语的快乐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是我们在第二个部分所谈到的 所以你理解到十二页的中间这一段 其实他就是叙述第一段跟第二段 对不对 但是重点在第三段 我们说第三段事实上是引起最多的讨论的地方 那么在第三段那里面也是一个庄子他怎么去处理这个这样的一种做法所做的的这个情况 那么在我的头影片这里我用了一些 用了一些这个我们的书里面所没有提到这个庄子里面的一些叙述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说在明家里面主要的就是惠师跟公孙荣 那这个公孙荣本身他有一本著作叫公孙荣子 你也可以把公孙荣称之为公孙荣子 那么也就是说书名跟人名也是相同的 那么在公孙荣子里面就有很多明家 公孙荣子的一个主张 那惠师他本身没有著作 所以我们知道惠师这个人实上是从很多其他的著作里面谈到这个惠师 那其中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庄子 因为庄子跟惠师是好朋友 所以那里面就有很多这个对于惠师的叙述 那么各位在这些叙述里面 这个是我把它印的很小事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把它全部看过 你可以看到就是惠师是很爱辩论的 所以在一开始的地方就是天下篇那里他提到惠师说 惠师多方 这个他知道东西很多 骑书五居 骑书很多 有五辆车那么多 骑道闯伯 那个 他的 他讲的那个道理非常的复杂 其言也不中 利物之意 等等 然后后面就是惠师的一些主张 什么自大无外 惠之大一 就是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他更外面没有了 那个就叫自大 对不对 那么这种自大呢 他说惠师就把它称之为叫大一 那么自小无内 为之小一等等 这个是一些惠师的一个主张 那在同影片的第二段那里他提到 惠师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小便者 这显示的就是什么 惠师这个所擅长的一些辩论 而且这些辩论看起来 就是一些诡辩 这些诡辩包含了他 讲到什么 暖有毛鸡三竹 就是他辩论说鸡蛋是有毛的 然后这个鸡呢 是长了三只脚的等等 然后什么狗就是羊 羊就是狗等等 他透过这个定义 然后呢 推论 然后就可以得出这些 很奇怪的一些说法 就好像我们 在讲白马飞马那种情况 那白马飞马是公孙隆的一个主张 那么他们都会得出一些 看起来很 很违反我们经验法则的一些 结论出来 惠师的情况跟公孙隆很类似 那在这个第二段最后面他提到辩者 一直与惠师相应终生无穷 就是两个人变来变去 那一辈子变不完 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惠师跟公孙隆 其实很像中国古代的这种诡辩学派 这个也是在庄子的这个天下篇里面 谈到的 这里谈到的惠师特别多 我把那个有惠师的名字的 都用红色的给标出来 让你看看 在庄子里面 这个讲惠师 谈的多么的多 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他事实上也把惠师跟公孙隆 放在一起就是上面他提到 环团公孙隆变者之徒 这里还除了公孙隆还有环团 然后惠师等等 就是这些人都是这个 春秋战国时代的名家 那么 而且从最后一段看起来 这个庄子事上对惠师也做了一些批判 也做了一些批判 觉得惠师呢 把他的经历都用在这个 辩论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是可惜的一件事情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 那在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天下篇 那么在庄子的秋水篇里面 在惠师 这个 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个 豪梁之辩 或者是娱乐之辩的前面 实际上还有一段也是讲到惠子 那么这个惠师呢 他那么爱辩论 那他事实上对政治也很有兴趣 那么所以呢 他 这个他的一生 其实也在很多的国家之间跑来跑去 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诸侯的这个重用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讲到惠子相良 就是惠子呢成为良国的这个宰相 那庄子呢就去看他 那对于惠子来讲呢 这个庄子是另外一个知识分子 那庄子来 这个惠子呢就觉得很紧张 就觉得很紧张 想说 庄子会不会抢了他宰相的职位 那么所以呢 这个有人就惠惠惠子 有人就对惠子说 庄子来欲待子相 庄子来 就取代你当了这个宰相的这个位子了 他说 于是惠子孔 收于国中三日三夜 那么 结果呢庄子就去见他 那庄子就 意思就是要告诉他说 我对象做宰相这种职位 是不屑一顾的 你不用紧张 他说 南方有鸟 其名为渊厨子之之夫 你知道吗 你知道有这种鸟吗 浮渊厨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 飞梧桐不子 飞链食不食 飞礼泉不饮 他说这种鸟非常的尊贵 这个很挑的 这个吃啊喝啊 都非常的挑 连休息的地方都还选宿 他说呢 于是吃得腐蜀 他说现在呢有一只吃就是老鹰 他呢 这个抓到了一只老鼠 冤雏过之 冤雏呢 揮过去 那个老鹰呢 仰了四只曰 喝 这个他就抬头说 走开走开 今子欲以子之良果而喝我也 那你现在也就是像那只吃老鹰一样 想要把我吓走 叫我不要呆在这个地方 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都显示什么 庄子跟惠子在态度上的不同 我们的书里面提到说惠斯是serious 对不对 他很严肃 然后他这个什么 对政治是有一种抱负 或者一种欲求的 但是庄子对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他是一个诗人 对不对 是个艺术家的一种态度 所以庄子就对惠子讲了这样的话 那么这些事上都显示了庄子跟惠子 在人生态度上面的一个差异 OK 那这样的一种差异 就使得这个两者之间的一个想法 就不一样了 那么在我们的书里面 那么他谈到了这个 进一步 两者进一步的一个差别 那么这个就是在十二页的最下面这一段 他说惠子 timidly admits that he can't know what 庄子 is thinking except that if we accept his principle of exclusion he can be thinking what the fish are thinking 那么惠子他这里 timidly就是他退却的 这个承认了说 这个他不能够知道庄子 因为他要坚持他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 大家都不能够互相知道 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么所以他说他不能知道庄子 然后呢 但是不管怎么样 庄子是不能够知道语的 不能够知道语的 OK 那但是在这里事实上 我一说惠子的这个说法本身 如果我们我刚刚说 如果我们继续顺着一个逻辑去推的话 惠子不能够知道庄子 但是他凭什么说 庄子一定不能知道语呢 一个人不能够知道别人 他怎么能够知道别人 到底能不能知道别人呢 我不能知道你 但是你可能有什么 天眼通 他心通 对不对 在佛教里面有一些神通 所以你可能知道我 可是我不能知道你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不是吗 但是惠子他就是要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 对不对 但是庄子呢 他并不想继续的跟惠子继续辩论下去 所以在我们的书里面在这里 从下面这一段的第三行 他开始解释这个庄子的一个态度 那么这个态度呢 就是他说 Rather then continue on down this date end 他说 与其继续下去 这个死胡同 继续的辩论下去 他说庄子他不这样做的 Rather then 对不对 Rather then 就是不这样做 那么他怎么做呢 庄子 return to the initial observation 他说他回到他一开始的观察 那个观察就是什么 他在看鱼 然后他感受到鱼的那种快乐 他回到的那个initial observation Only this time with a play on words 只是呢 在这里呢 他现在开始玩文字的游戏 庄子透过一个文字的游戏 想要把这个有关于理性的 逻辑的辩论给化解掉 这个是庄子的一个做法 那么他这个做法 事实上在某个意义上来说 还是顺应的名家的 我说名家就是什么 执着在这个名词嘛 那庄子想一想说 我不跟你做这个逻辑的推论 那我们就继续来谈谈这个名词 做这个名词 那么这个名词呢 就是我们看到在第三段这里 他说请询取本 只曰如安之于乐云者 他说你问我的是如安之于乐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于快乐 那现在他就抓着这个惠师所讲的如安之于乐 来说 他说如安之于乐是你哪里 你怎么知道于的快乐 你是在问我问题 对不对 如安之于乐 事实上是在问问题 那既然你是在问问题 那你的话里面就显示了 就是如安之于的第一个余乐 但是你问我是你怎么知道于乐 对不对 然后他说所以呢 既已知无知之而问我 你先知道我知道于快乐 然后你才你才问我 那我现在就回答告诉你说 我怎么知道 我知之豪上也 我是在豪水之上知道的 这个是他所谈到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我们的书里面 对这句话做了一些解释 这个是在十二页的最下面这一段的 这个第六行 他提到这个literally translated as 然后瓜虎说so I am taught 因为他不会中文 他说我是被告知说 中子的这句话是这个意思 就是whence do you know about the happiness of fish 就是你是怎么样知道 或者你什么时候知道 这个鱼的快乐呢 这个是这个 Samuelson 他在 他在读这个英文的时候 他说我被告知就是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 那这句话呢 他说 it could mean several things 他有几个意义 那么他在这里面呢 他就谈到有三个意义 有三个意义 就是这个乳安之娱乐 有三个意义 第一个呢 就是how do you know that the joy of fishes 你是怎么知道鱼的快乐的 这个是英文的第一个理解 那么第二个是 I don't think you really do know that 我不认为你知道鱼的快乐 那么庄子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这样去理解 乳安之娱乐 对不对 说我不认为你能够知道鱼的快乐 然后他就开始说 你又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 他就开始这样说嘛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很显然是这个第二个意义 那第三个呢 这是where were you when you realized it 是你知道鱼的快乐 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是第三个意义 那如果这个这样的一个 因为中文它其实有一种模糊性 对不对 所有的语言都有模糊性 并不是只有中文而已 那么这样的一种模糊性呢 现在让一方面让名家 他们在辩论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白马非马 其实也就是抓着这个非所具有的意义 非可能有时候也有什么 这个不等于的意思 比如说狗非诸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是狗不等于诸 这个时候就是不等于的意思 可是这个 当我们讲白马非马的时候 我们不是把它理解为不等于 而是理解为它是不是它其中的一员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 这里面有一种奇异性在 那现在如安之于乐这句话 它本身也有一个奇异性在 对不对 我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 它本身其实就有质疑的意思 那这个质疑其实就是表达反对 所以所显示出来的是第二个意义 可是呢你也可以什么 就很字面的方式去理解 那就很字面的方式去理解 就可能是第一个意义 或者是第三个意义了 对不对 那么在第一个意义那里 它说 How do you know that the joy of fishes 这个让庄子就说 你先承认了鱼会快乐 然后你问我说 你怎么知道 对不对 就变成是这样 或者是说 你知道鱼这个快乐 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你在什么时候知道了这个鱼的快乐 那庄子呢现在就 就这个第三个意义来回答他说 吾我知之豪尚也 我就是在豪水的上面知道的 你问我在哪里知道的 我告诉你我就是在豪尚知道 所以他现在就什么 用这个名家本身所擅长的这个语句本的意义 然后他把它跳脱到他字面的意义 然后回答这个惠子 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看到 在这句这个豪梁之辫里面 他庄子的一个做法 那么所以他这个做法就是 我不跟你继续做逻辑的推论下去了 那我有什么可以化解的方式 如果照名家的方式 既然你这么抓着语言的辫子 那我也就跟着你抓这个语言的辫子 是你刚刚所问的问题 我用另外一个意义去理解 然后去说明 那么在这个说明里面 他又重新的回到哪里 重新的回到鱼的快乐这件事情 对不对 我在豪水之上 我知道了这个鱼的快乐 我感受到这个鱼的快乐 这个是庄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做法 那么这里面就显示了什么 庄子跟惠子的一个不同 事实上也显示了就是庄子在他的这个整个书里面 就是所呈现出来的 他不执着在那个论证上面 在这里上面 道家跟比如说儒家或者是名家 都有很大的不同 儒家跟名家都很严肃都很坚持 那么所以他们也都什么 比较想做官 那庄子从头到尾 不屑一顾这样的一种态度 对他来讲感受到人与世界的一种整体性 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而不是这样的一种论证 所以他在这里面他有什么 跳出的这个论证之外 但是他跳出的这个论证之外 并不表示什么 这个论证就是被他彻底的这个否定的 其实这是他其中的一部分 你可以理解到就是 当他碰到一个爱做论证的人 他也跟他做一个论证 可是他绝不把他的生命 彻底的放在这个做论证这件事情上面 那么我们在上一节所看到的 就是现代哲学的一个特色就是什么 就是好像哲学的学者 就只剩下第二段的这个部分 就是他现在就是什么 只做论证 那么相反的他对人生就缺乏了任何具体的感受 那么这个正是在上一节那里面 我们的作者所要说的就是 哲学不应该只是以为二就是全部 相反的哲学包含的是一二三 这整个这个全部才是哲学 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 好那么上一节课最后所谈到的这个 这个庄子的这种方式 这个他处理这个跟会子之间的这个辩论的方式 那么在我们的书里面他写到的是这个十二页的倒数第七行 他说装子 他这个好玩地 disregards the second meaning 他这个就是丢掉了或者是抛弃掉了 不考虑那个第二个意义 那么这个第二个意义就是我们在刚刚所看到的 他所讲到的就是 I don't think you really do know that 那个意义 那么他不管那个第二个意义 and answer the first and the third question 他用第一个以及第三个把它视为是第一个跟第三个问题 就是会思呢其实是在问他问题 所以他就去回答那个问题 那么也就是I know because I am here I know right here by the river 就是在这个好水之上 我知道了这个鱼的快乐 他就变成用这种方式来回答会思 回答会思 OK 这个是庄子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那在十二页的最后四行 那么他谈到了郭向的那个庄子集注 你知道这个郭向是注解庄子很有名的一个学者 那么郭向在那里面谈到 我们书里面这个十二页的最后四行 这个是英文的翻译 那么如果回到郭向的那个中文 原先所写的是 福物之所生而安者 天地不能益其处 我们书里面把那个处就是翻成position 不能改变他的位置 阴阳不能回其夜 那么这个不能回其夜呢 这个回其夜这个英文把它翻成叫 take back this livelihood 那么不能够拿回那种生命性 那样的一种情况 他说 故以露生之所安 知水生之所乐 那么露生之所安 其实就是在讲庄子 对不对 庄子是露生的 对不对 水生的是什么 鱼 他说 所以 人 庄子呢 能够知道余的快乐 为足称庙儿 那么这个庙呢 他本来翻成叫strange 意思是说 这件事情呢 一点都不奇怪 其实是不奇怪的 那么郭向的这个柱 就写得非常行上学的味道在 讲到这个天地啊 阴阳啊等等 他其实就是回到一种庄子的一种人生的态度 这种人生的态度呢 讲的就是什么 这个天地世界的一种一体性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一体性里面 那么露生能够知水生 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是郭向柱里面的一个叙述 那么在这个叙述里面 他事实上也显示了就是庄子他回到那个根本 而这个根本呢 就是他所认为的 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体 这样的一种观点 那么我们的书里面除了这个 谈到这个之外 他另外他举了这个 美国后来这个 换了国籍到英国去的一个诗人 Eliot 那么他里面的一句话 这个话他认为 跟庄子的这个叙述是很像的 那么这个话呢就是 这个是他的诗 那么这个诗句 是在我们书里面十三页第三行以下 他说 We shall not cease from exploration and the end of our exploration will be to arrive where we started 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 那么在这首诗里面 他讲到这个探索 探险 探索或探险本来就是一种走出去 对不对 走出去 离开自己原先所待的地方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 但是呢他在这个诗里面 他说 这个 他说我们不可能停下来探索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总是不断的探索 不管你的探索是 探索一个新的环境 或者是探索一个新的学问 或者探索一个新的道理 或者认识一些新的人 这些都是exploration 对不对 那么他说 We shall not cease from exploration 然后呢我们的探索或探险呢 and the end of our exploration will be to arrive where we started 他说他的终点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起点 就是探索的终点 最终就是回到这个起点来了 然后呢 当我们探索了之后 回到了这个起点呢 我们才什么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 我们才第一次的知道这个地方 也就是你第一次所待的地方 只有透过向外面去追寻 然后你才 而且追寻最终的终点是回到了自己 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是你的家 最终才回到了这个家 而且在那个时候你才什么 真正的能够好好的认识你的家 就好像如果你被出生在一个小镇 对不对 那么然后你到外面去游历 那经过了这些游历 你才能够好好的认识你所出生的地方 你说你的家乡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相反的如果你从来不出去探索 你没有办法理解你所待 待在的那个家乡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个是Elliott他的诗里面 这个所讲到的 那他讲到这个 那个重点事实上讲的就是什么 那个重点事实上就是开始的地方 因为在庄子的这个论述里面 最后一段事实上也是什么 寝寻其本又回到了他的开始的地方 回到了开始的地方 那么这个正是他在我们的书 Samuelson 在这里面他要论述 就是哲学最终 事实上是回到一开始 哲学从自己开始 对不对 从自己所具有的一些疑问开始 然后他开始 从这个疑问开始去进展 这个进展了之后呢 他就是什么 可能脱离了自身 然后进入到这个世界 但是在经历了这整个世界之后 他才有对一个自己比较好的认识 这个是我们在开学一开始的时候 谈到这个哲学是什么的时候 就提到过了 对不对 就是认识自己这件事情 你其实要是真正的要认识自己 要走出自己 那走出自己投入这个世界 看起来好像什么 脱离了自己了 可是正是经由这个世界 如果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禁止 我们才能够什么 更好地去认识到 自身在这个世界的自己 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一个要认识自己的人 因而他必须要走出自己 必须要去跟他人相处 必须要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并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才能够反照自己 映照出自己的影像出来 然后他才能够认识自己 这个是表现在这个 Elia 这个 诗里面 他所表达出来的 那么在这个诗句的后面 他下面接着提到 他说 One of my big points in this book is that real philosophy is an odyssey with distinct stages 那么 他说 在庄子这本书里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big point 不是他说 他的一个主要 Samuelson 的一个主要的重点 是什么呢 就是哲学本身 其实就是一个奥迪赛 那么这个奥迪赛呢 就是奥迪修斯 这个人 这个英雄人物 他的一个旅程 而这个旅程是什么 回家的旅程 所以他说真正的哲学呢 是一个奥迪赛意思就是 是一个奥德修斯的回家之旅 那么这个奥德修斯的回家之旅呢 他有几个阶段 with distinct stages 几个阶段 那他下面就谈到这几个阶段 那你可以看到他 其实那个叙述就很像是 在 我们在这个 这个中文里面所说的 看三是三 然后看三不是三 然后最后看三又是三 可是 最后的这个看三又是三 跟一开始的那个看三是三 意义显然是不一样的 因为一开始的看三是三 是还没有经历看三不是三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走出去 他还没有看到差异 或者说他还没有遭到批判 还没有遭到批判 我们在这个前面看到 庄子的这个论述也是如此 对不对 他先提出了一个一开始的想法 然后他遭到了惠子的批判 然后他最后又回到他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来 这个是他在这里面所表达的 那也是刚刚我们在这个Eliot Eliot 他所写的那个诗里面 所谈到的就是 在那个诗句里他说 我们的终点是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 但是第四句告诉你说 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才第一次的这个了解这个地方 第一次的才了解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是最终的那个看三又是三 所要显露出来的那样的一个意义 只有在那个时候 那么才是一个比较深入的看三 或者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 那就是一种对自我的认识 那么透过这个世界重新再去认识自己 那个认识才会是一个深入的认识 这个是他在这里面所讲到的 这个奥德修斯之旅的意义 那他说分成了三个阶段 在这个十三页的引文的下面那一段的第二行开始 就是他谈到这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他说 It begins in a wondrous and often problematic relationship to common life 他说他的那个开端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奇异的 但是通常也会是有问题的那样的一种关系 那么所以呢 第二个阶段就是顺着第一个阶段 他的问题而出现 那么所以他说 It goes through a stage of questioning that leads to a blinding skepticism 那么他说经过了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什么 直疑 就是直疑 那么这个直疑呢 就导向了一个盲目的怀疑论 就是对于第一阶段的一个否定 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 那是像是一个看山不是山的一个阶段 那么在这一书里面这一段的第七行 那么他讲到第三个阶段 他说 But its final destiny is to return to common life 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 最终又回到了他的生活当中 并且呢是第一次的知道这个地方 这个当然是引致这个Elliott的这个诗里面的这个说法 那么这个就是他所叙述的这个三个阶段 所以一种自我认识 在一开始的时候 自我认识要怎么认识呢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什么problematic 有问题的一个说法 那么在这个说 这个对于这个说法的质疑里面 让我们什么走向这个世界 去询问 怎么样能够达到一种自我认识 那么最后终于 这个回到了这个自我来 这个做到这个自我认识 这个就是 在这三阶段里面所呈现出来的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他说这就是一个奥迪赛 对 这个奥迪赛就显示了这个 荷玛所写的这一部作品 荷玛两部作品对不对 伊利亚德奥迪赛 那么相对于伊利亚德 他是一个战争的场面 那么就是特洛伊的战争对不对 那么希腊的大军他远征到这个特洛伊 然后要攻下这个城 那么在这个攻城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而且最初这个希腊大军为什么要 这个攻这个特洛伊呢 这个为了一个美女 对不对 最终事实上是一个为了一个女人 所产生了一个这个长达十年以上的一个战争 那么在那个战争里面死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这样的一种情况 然后最后终于攻下了特洛伊 那么攻下特洛伊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有人出了一个主意这个设计了木马 然后就是什么把人闪掉 然后这个特洛伊的城门打开 把这个木马推进去 然后到了半夜这个木马里面的这个战士就跑出来 然后就把这个城给攻下来了 那么出这个木马屠城出这个主意的人是谁呢 其实就是奥迪赛 他是当时的其中的一个将领 就是在这个希腊远真君当中的其中一个将领 那这个伊利亚的这个故事结束了之后 就是大家要回去 那奥迪赛这个故事就是奥迪修斯 他怎么回去的一个过程 因为他在他的家特别的远 就是希腊的这个半岛 希腊的这个半岛 这个奥迪修斯的那个家呢 是在这个半岛的西边 也就是是不是在靠这个西班牙那一边 那一个那一面 而不是靠这个特洛伊 也就是靠这个小雅西亚这一边 所以他这个走了很久的这个海陆 那路程当中碰到很多的什么 这个妖魔鬼怪 这个等等 那么经历了很多的风浪 然后才终于回到家 那么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回家之旅 对 那么我们书里面 他因此把哲学理解为那是一个奥德修 就是奥德修斯之旅 也就是一个奥德赛 然后他在这个十三页的这个中间这一段 那么他就提到 他说 This odyssey is open to anybody 他说这个奥德修斯之旅 事实上是开放给所有的人 每一个人都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奥德赛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 那他就提到有两个可能 那么一个就是 If the beliefs we start from are truly worthwhile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出发点 如果他的确是值得的 Then we shall return to them and know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那么我们就会什么 回到他最初的出发点那个地方 并且呢是第一次的知道他 这个就是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个 area 那个诗里面 所叙述的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种情况 但是if not 这个if not就是指的就是什么 If they are not truly worthwhile 如果我们在一开始时候出发的那个地方 其实是没有不值得的 Then we'll have to seek our beliefs ever better 那么我们就要寻找其他更好的信念 他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事实上都是如此 对不对 一开始先抱持着一个信念 而这个信念并不是确定的 这个信念并不是一定就是这样 我们事实上是从这些信念出发 而这些信念并没有什么 被这个肯认 并没有被肯认 就好像你出生的地方 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什么 是一个好的地方 或者是一个你所认同的地方 那么你必须什么 经历了一个过程 经过这个过程之后才去认同他 或者不认同他 去寻找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他在这里面所谈到的这个beliefs 那哲学事实上也是如此 就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我们是被生到这个世界来 并不是你选好了 就是我就是要生到这个世界 并且我选择我现在的样子 未必是这样 对不对 那么所以你一定什么 经历了一个走出去 这个走出去呢 就是对于原有的你的出生地 或者是你原有的信念的一个批判 然后经历这个批判之后 再看看你是要回到最初 还是你要换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他所提到的那个一跟二 两个不同的这个结果 那么然后他最终 他在说明了这两个之后 他说we can know until we have engaged in philosophy 那么他谈到 他说我们不能够知道 直到我们自立于哲学 因为哲学就是什么 让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他其实就是一个奥德修斯之旅 就是一个奥德赛 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是他在这里他所做的一个说明 那么在这个说明里面 他说刚刚我们说 他说we can know until after we have engaged in philosophy 那么他说自立于哲学这件事情 他在那个破折号那里 他说not simply the epidemic study of say Leibniz 他说这个哲学的工作 也许是什么 研究某一个人的哲学 一种学术性的研究 比如说研究莱布尼茲 那么莱布尼茲 是德国的一个十八世纪的哲学家 这个就是莱布尼茲 他的工作其实是 是这个外交官 那么德国在当时还是一个相对的 比较落后的地方 但是莱布尼茲因为他是外交官 所以他出使到英国法国等等 这是西欧比较进步的国家 所以他接触到比较多的这个西欧地区的东西 那么后来他回到了这个德国 他就把他的得到的那些思想观念知识 这个带回到德国 你可以说普鲁是最早的那个像台湾的那种中研院 其实就是莱布尼茲所建立的 莱布尼茲所建立的 那么除此之外 莱布尼茲也发明了这个维基分 当然这件事情是有争论 因为他当时人在西欧 那牛顿就说莱布尼茲发明的维基分是从我那边偷来的 那么所以到底维基分是莱布尼茲发明还是牛顿发明的 现在是还有争议的一件事情 但不管怎样 莱布尼茲一方面是个数学家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哲学家 那么他的这个哲学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单子论 单子论 那么这个单子论叫做monodology 那么这个 他把一切的事物都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他把这个最基本的单位 用希腊文的monas这个字 就发明了一个字眼叫monod 就是我们所说的单子 那么这个单子这个字 因此就跟希腊 一样用希腊文所建立起来的原子很类似 因为单子或者原子都是最基本的单位 都是最基本的单位 只是原子是物质的最基本单位 这个atom 这个字来自于希腊文的atomos atomos 的意思就是不可分割的 indivisible 那希腊文当时就是说 把一个东西可以什么 分成两半 然后两半再分成两半 两半再分成两半 就是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可以一直分下去 中子里面其实也提到这件事 他说中子的说法就是 那这样一直分下去就分不完 因为你永远可以二的n次方之一 这样子一直取分下去 但是在希腊的原子论的思想里面 他们认为这个事物有一个最小的单位 当你分到这个最小的单位 就再也分不下去了 那么他们就把这个称之为叫 不可分割者 atomos 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原子 这个字眼的由来 那当然我们现在原子里面 没有什么这个直子中子 还有环绕着他们的电子 对不对 然后现在还有更小的单位 什么夸克啦什么的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在物质的世界当中好像 好像就是说只是 我们找到的还不是最小的单位 但是好像我们倾向于认为 最终有一个最小的单位在 对不对 这个是在物质的部分 所以这种原子论者 他们基本上都成为唯物论者 因为他们认为宇宙一切 基本上都是由最小的单位所构成 那这个莱布尼茨的观点呢 跟这个原子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他谈的是心灵的最小的单位 那么他把这个心灵的最小单位 就称之为叫单子 那因为你有心灵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一颗单子 你的单子就是什么 你的灵魂 对不对 就是你的灵魂 那我也有灵魂 所以我也是一颗单子 那莱布尼茨其实不是只有认为 只有人才是单子 他认为实际的事物也都是单子 所以事物本身呢 也都有像心灵那样的一种作用 譬如说我现在手上所拿的这支麦克风 他也有一种很微弱的感觉 他被一个人 一个叫杨直胜的人 拿着 拿在他的手 拿在手里 然后对着他讲话 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莱布尼茨认为 所有的事物事实上都是一个单子 那么他们都有一种 莱布尼茨称之为 叫表象的能力 这个表象的能力就是 他都有一种感受到他在世界当中 这样的一种能力在 只是多么的清晰或者多么的模糊 对于莱布尼茨来讲 无生物他这些单子他们的感受是非常模糊的 而这个生物甚至越高等的生物 他们的感受就会越清楚 所以你可以设想的就是植物 他们本身也可以有某种感受 你对着一颗花 每天都对他这个骂三字金 那个花就长得不太好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赞美他 他就会长得很好 所以这显示什么 你对他是有某种影响力的 这个是莱布尼茨的这个单子论 所具有的一个特点 所具有的一个特点 那在他的这个单子论的这个思想里面 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单子是没有窗户的 这个单子没窗户呢 让我们刚刚所叙述的 我说你对一颗花这个赞美他或者是咒骂他 他就变成不存在 也就是说事实上每一个单子 他自己本身是封闭的 所以我并没有对着你们讲话 我对着我自己所产生出来的影像在讲话 那这个影像是什么 就是我在一个柏雅教学馆的一个教室里面 然后我以为我对着一群人 其实呢在莱布尼茨的设想里面呢 我们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电影院 我自己放电影给自己看 我放什么电影呢 就是我身在上课 对不对 那同样的你也是一个单子 所以呢你也以为你自身在一个教室 然后正在比如说记笔记 或者正在听老师上课 你以为你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每一个单子都什么 都活在他自己的世界 每一个单子都放映着一部电影在给自己看 让自己感受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单子无窗户 也就是说我们之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沟通 并没有真正的连结 我活在我的世界 你活在你的世界 我们每一个单子看不到对方 这个单子本身都是封闭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个通缘上面写说 一切存在于一切之处 所有的东西都无所不在 那么这个想法就是 所以我的这颗单子 其实能够表象出其他所有单子的所有东西 都存在在我之内 都存在在我之内 这个我能够感受到所有的 这个其他的事物 我自己就把它给 放在我的影片当中 这个构想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够说 我在上课 然后你在听课 这个我怎么知道我上的课是对着你 而你听的课是我在上呢 我们并不知道 因为单子是无窗户的 可是莱布尼茨 他有一个特别的想法 就是所谓的预定的和谐 这个预定的和谐就是 当我在表象 当我在放一部电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 刚好你也在放另外一部电影 是你在听我上课 那么这个就是他所说的预定的和谐 这个预定的和谐在莱布尼茨那边 就要归根于上帝 上帝让每一个单子本身 所放的电影 刚好搭配得很好 所以有人在上课 也有人在听课 就像那样子一样 那当然也有可能也有人在翘课 那么他先一直 那个在翘课的单子 他所放的电影 就是他现在人在外面玩 然后他有想到说 现在正在上折盖 等等 这一类的事情 这个是莱布尼茨的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单子论的一种 这个思考的一种方式 对感官经验其实 因为我们用电影做例子的时候 我说你放一部电影给自己看的时候 我们感官经验只有视觉 但是莱布尼茨的想法是 在这个单子里面 你的色深相位处 事实上所有的感觉 都在你的这个单子的能力当中 所以你自己给自己 你放电影给自己看 同样的你也什么 产生各式各样的感觉 其实都是由这个单子自己本身所产生的 至于你刚刚所提到那个发展的想法 莱布尼茨似乎有一个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说不同的单子 包括无生物都是 都其实都是单子 那不同的 莱布尼茨有 比较高级的单子跟比较低级的单子 比较高级的单子 比如说像人这个单子 他能够感受的能力特别的强 他除了有感觉知觉之外 他可能还有理性或者什么 所以他所放的那个电影 情节就比较复杂 然后故事就比较丰富 相反的麦克风 他的这个单子就比较 对 就比较弱 所以不太明显的感受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个我想到在 黑格尔曾经在讲 这个莱布尼茨的这个单子论的时候 他举过一个例子 他说有一个人拿着一只棍子在打一只狗 然后呢 他说当那个人拿着棍子在打那只狗的时候 他说 他说那个打狗的那个人 他本身 他本身是一个单子 所以是他放 就是好像放了一部电影 是他拿着棍子在打狗的电影 所以他以为他在打一只狗 可是在这个同时呢 他说有一个狗的单子 这个狗的单子呢 他放的电影是 就是有个人拿着棍子在打他 然后他也感受到被打 所以他就这个哀哀叫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还不只是这样 他说还有一个棍子的单子 这个棍子的单子呢 他感受到他被一个人拿着在打一只狗 这样的情况 而这三部电影呢 同时在放映着 那同时在放映就是 莱布尼茨所谓的预定的和谐 就是你所放的电影 刚好都会搭配得起来 这是他的奇怪的单子论 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思想 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在这里 他要说的 就是他谈到说 这个我们致力于这个哲学 他说致力哲学呢 不是只是研究学术性的这样的一种哲学 但是研究学术性的哲学呢 其实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一些东西 比如说莱布尼茨这种很奇怪的单子论 你在读了之后 然后在想 我的人生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样 对不对 当下课了 然后所有人都走了 对不对 杨之胜也走了 这个同学也走了 你就什么 你这个单子所放映的内容就开始改变 对不对 你现在可能是在吃午餐 或者是在做一些别的其他的事情 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是在那个单子论的思想里面所显示出来的 他说不是只有这样的一种对莱布尼茨的研究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 他说还有 but the real work of examining our life 还有就是什么 对我们自己人生的一个检查 with the high beings of consciousness 用意识的最高的光束 来检查我们自己的人生 那么这种自我的检查呢 也什么 也帮助我们 这个来理解我们自身 那所以他下面说 either way 那个 either 指的就是 要不是一那种情况 要不是二那种情况 因为哲学有可能什么 就是好像只是告诉你某一个哲学家 他在说些什么 这是第一种情况 对不对 但是第二种情况这是什么 是我们在检查我们自己的人生 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说不管是哪一种方式 we return invigorated with meaning 我们呢就是什么 重新的让意义给复苏了 让意义呢 这个充满了意义 也就是重新的用一种 诠释的方式来解释 我们的人生 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不管你是从学术上去理解哲学 还是这个检讨自己的人生 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都让我们能够比较好的去检视自己 那么在这一节的最后面 他就提到 他的学生 Diana 他的一个说法 他说哲学让他自己的工作变得 比较能够忍受 但是也不是变得让他自己的工作不能忍受 因为在过去 他面对他的工作的时候 很可能就只是什么 只是一个出发点 对不对 那个出发点呢 就是看起来就是我的人生好像就只是 到工厂里面去工作上班 然后拿到支票 然后可以混一口饭吃 对不对 那么然后透过这个哲学的学习 也许他学习到莱布宁芝 也许他学到的是他对自己的生活的一个检验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现在同样的继续在工厂里面工作 但是呢 那个工作的意义对他来讲就开始产生了改变 而且呢 这个改变使得他的工作更能忍受 也更不能忍受 因为在这里面有一个丰富的内涵在 所以更能忍受跟不能 更不能忍受都在这个丰富的内涵当中 那么这个就是哲学所给我们的 所以哲学不会改变你的工作 对不对 但是哲学呢 让你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你的工作 他可能同时的让你工作更能忍受 并且也更不能忍受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大概就是他在这一节 也就是我所划分的第四节 他所做的一个说明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是要进入到这个第五节来 那第五节呢 他谈的就是哲学跟奥迪赛 他之间的这个关系 其实在刚刚那一节里面他已经讲到的 哲学就是一个奥迪赛之旅 最终他让你回到你自己来 回到自己的家 回到原先你出发的地方 这个是在第四节那边他就提到的 那么到这个第五节 他下面呢首先讲到的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那柏拉图的理想国呢一共有10 books 十卷 那么第十卷呢就是这个book 10 那么他在那里面呢有一个生死轮回的故事 我们之前这个讲到洞穴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也是出自于这个理想国 那在第十卷的地方也就是最后一卷的最后面 他讲到这个生死轮回的故事 这显示什么 显示希腊人他们原先是相信生死轮回的 那么是一直到基督宗教进来之后 这个基督宗教没有生死轮回 你知道在人类的文化当中 一直都有两种不同的看待这个人生 或者是看待世界的进展的一种方式 一种方式呢就是像柏拉图 这种有轮回的观念 或者是像时钟 我们说那个时钟 他从这个绕一圈之后 然后他又为什么回到起点 然后再继续再绕一圈 对不对 他不断的绕 或者我们说四季春夏秋冬 冬天过去了 春天还未圆 春天就到了 所以春夏秋冬春夏秋冬 他就什么 不断的循环 你可以把这样的一种观点 视为是一种循环型的 或者有时候我把它称之为叫圆圈型的 那样的一种人生的一种看待 那如果是这样的看待人生的话 你知道人死了之后 还会在什么 轮回 然后又出生 然后又长大 然后老了 然后死了 然后又为什么 再出生 就不断的轮回 对不对 就是用圆圈的方式看待他 那么另外一种呢 则是直线型的 直线型的话就不会绕圈圈的 他会有一个起点开端 然后会有一个终点结束 就好像圣经里面有创世纪 那是起点 对不对 那是起点 然后圣经的最后是启示录 他告诉你 有一个最后的审判 然后最后的审判结束了 整个历史就告终 所以他因此有一个开端 有一个结束 他不会绕圈圈的 那是另外的一种看法 那么在西方的民族里面 在印欧民族 也就是亚利安人 他们的看法 基本上原来都是 这种循环型的 圆圈型的看法 包括希腊文在内 都是这样的看法 那么直到来自于散族 这个也就是来自于犹太人 他们的这种一种观点进到西方 那他所带来就是告诉你 没有这种循环了 有一个起点 有一个终点 终点结束 就一切都结束 这个是另外的一种不同的看法 他们分别代表了就是 在西方的文化里面 两种不一样的一个态度 那么在柏拉图那边 他很明显的显露出来的 就是在基督宗教 都还没有进入到西方的文化里面 那么那样的一种生死轮回 的一个看法 就是人死了之后 那么就会 照Republic第十卷里面的一个叙述 那么如果他们要再重新的出生 那么他们还得去喝一条忘川 称之为叫忘川的水 那喝了之后 你就会把上辈子的事情都忘记 然后你才可以什么 重新的投胎 那在我们书里面 第十三页的最下面这一段 他讲的就是有一个叫 Air 的人 他的名字就只有两个字母 ER Air 那么这个叫Air 的人呢 他是在战争当中死掉 然后在还没有被 希腊人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我们在前面提到 希腊人处理尸体的方式 是用火 火葬 对不对 然后就把他烧掉 那Air 在还没有被烧掉的时候 竟然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 然后他就说 我现在还记得 我死掉的 就是他在大概第十天的时候 活过来 然后他就记得他在 人家觉得他死掉的那段时间 他在这个阴朝第五发生的事情 然后他就讲给大家听 讲给大家听 那然后他说他还记得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他没喝忘川的水 当别人都在喝的时候 他就偷偷的不喝 所以他就还记得这件事情 那所以在第十卷的后面 他就是Air叙述 那个死后的世界是一个 怎样的一个世界的故事 那我们书里面 他提到 他说在十三页的倒数第五行 他说 souls 灵魂 灵魂们 因为那些死掉的人 他们没有身体 就只剩下灵魂 souls go on a beautiful or horrible journey 他们进行了一个美丽的 或者是可怕的旅程 depending on how they had lived 而这个美丽或者是可怕的旅程 主要就看他们在生前的表现 如果你在生前表现是一个好人 那你就可以什么 进行一个美丽的旅程 相反的你在生前是个坏人 那你可能就要遭殃 这个很类似在东方 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一种情况 ok 然后他说 在十三页的倒数第四 at the end of a thousand years 在一千年以后 死了一千年以后 那些死掉的灵魂 they get to select their next life 他们就是 可以选择他们下一辈子要怎么活 那在选下辈子要怎么活的时候 many refuse the life of a human still bitter about the suffering of their previous life 那么很多的人拒绝再成为人 因为他们在活着的时候 在成作为一个人的时候 他们是过得非常痛苦的生活 所以他们就不想要再 是在作为一个人了 那他在这里面就举了一些例子 就是那个Air这个人 他在当时看到 就是人家在挑选下辈子 要当什么的时候 他说他看到其中的那个 希腊的英雄 在十三页倒数第二行 这个Ajax the strongest of the warriors chooses to become a lion 他选择他要当一只狮子 他要当一只狮子 那有关于这个柏拉图的那个 第十卷的那个 The Mists of Air Air的神话 这个有很多的研究 这是其中的一本书 讲那个在人在阴草地狐里面 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个是那个 就是神话里面的那个 英雄人物 那么他选择他要成为一只狮子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他十三页的最下面一行 他说The soul of Ophreus Ophreus 是希腊很有名的一个音乐家 那么他呢 因为希腊早期一开始的时候 那他们的这个乐器 其实很有限 常常都是什么 比如说 肃琴 七弦琴 对不对 那个旋律性不浓 旋律性没有那么的明显 不像小提琴 那么旋律性比较明显呢 是从木管乐器出现以后 那这个Ophreus 他就是吹笛子的人 那除此之外 他也唱歌 那么他的唱歌 就是说非常的迷人 那么 所以这个就是Ophreus 他某个意义上代表的就是 当时的这个希腊 那么他的这个手里面 左手拿着就是 当时希腊的那个琴声 那么据说他在 在弹琴的时候 连动物都会跑来听 就是让人入迷 那么我们的书里面提到 他是The sweetest of the singers 就是在乐手当中 这个唱歌最甜美的 那么他选择在死后 他选择了要当一只天鹅 这个天鹅的歌声可能很好听 所以他选择了这个 这个要成为天鹅 Enters the soft down of a strong body 他进到了一个天鹅身体的 绒毛里面去了 这个是他举的第二个例子 然后第三个例子是 这个Agamemnon Agamemnon就是特洛伊战争的 那个主要的主帅 主帅 就是Agamemnon就是率领大军 然后包括奥迪修斯 都是他的手下的将军 那么一起去打特洛伊的 但是这个Agamemnon 他在这个战争当中 这个活得好好的 但是回到了家之后 就被他的老婆把他给杀了 因为他老婆在 他离开太久了 所以他老婆就已经让他当了 他老婆另外有小王 简单的说 就让他戴了绿帽 让他回到了这个家里之后 这个他老婆就连结他的小王 就是一起把这个Agamemnon给杀了 那么这个Agamemnon 他就选择turn into an eagle 选择要成为一只老鹰 这个是Air 他在 这个鹰朝地府 他这个看到的人 那除了这些人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Agamemnon to choose in a story in his Willy or Odysseus 这个 Willy or Odysseus 他说Odysseus 是一个比较狡猾的人 为什么 就是他就会去想到 用木马 这个计模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这个很聪明的一个匠名 那么他呢 who fights and selects a life neglected by the other 他选择了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其他人所忽略的 就是the life of a common person 他选择要当人 奥德修斯选择要当人 he both said even he had even had he chosen first he would make the exact same selection 那么奥德修斯呢 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做选择的人 所以事实上他没得选择了 因为一个灵魂搭配 就一个萝卜一个坑 一个灵魂搭配 一个躯体 到最后的时候只剩下人 大家都不选 那奥德修斯就选择当人 而且奥德修斯说 即使他是第一个做选择 他也要选择作为人 他也要选择作为人 这个是在柏拉图那边 他对于这个奥德修斯的一个叙述 那我这个放在同影片上面的 这个就是特洛伊的这个木马 这个是画的 后来特洛伊现在在哪里 现在在 现在在 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 就土耳其的领域里面 所以土耳其为了招揽观光客 他们就真的做了一颗木马 来给观光客旅游的时候看 就是曾经在这边发生的这个 拓洛伊战争 那这个木马是人 真的也可以进到里面去 那里面可以容纳非常非常多的人 是一个非常大支的一个木马 那么这个奥德修斯就选择了 他还是要这个称为人 所以他在这个选择上面 就跟别的人都不一样 那么他的这个选择其实就是 回到他自身 他本来就是从人出发 他最后又回到他人 就好像他在奥迪赛 这个奥德修斯之旅 他最终是要回到他自己的家 那么作为一个人 大家死后 他在轮回的过程当中 他还是要作为一个人 这个是他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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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